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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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家好 我是马丁 《创业读书会》是在分享创业家平常阅读创业资讯后的心得 欢迎各位创业家一起来做交流 一起来做分享 那我们今天要来聊的就是这一篇 NVIDIA A800散步美国红线 为何有入台积电7-9 下部M&D会更近 那主要就是NVIDIA最近 他们的大老板有来台湾WIREFORCE WIREFORCE是我们 以前做电竞的 就是很喜欢的一个活动 就是大家打电竞的 可以在那两天 可能一天或两天吧 然后到那地方一起做交流 一起玩游戏 这样子 那这一次他也有来 那他这里讲到一个美国红线 美国红线就是最近国际上的一个异点 就是那个美国要求晶片相关的东西 所以全部要撤出中国大陆 那NVIDIA 就做了一个A800 就符合 这东西是符合美国规定的 就是因为中国没有办法用这个A800 来做任何变更 那这是一个安全的东西 那他又可以在中 就可以到中国去销售 那像这样 呃 因为一些政策 影响到一些创业模式的改变 其实在 呃 全球啊 台湾都很常见 像这几年 都会讲到议题就是 数学化转型 静碳牌 那绿电 这些东西也影响了一些 那个新创模式 那其实 大家也可以针对就是 随时注意这些国际或台湾的一些政策性的改变 然后去想一下一些 有什么新创产品 像是 呃 树文之前就有体验过就是 减树嘛 就是以前大家都用塑胶吸管 然后你会现在看到蛮多的那个 饮料店 开始用那个 乳尾做的吸管 以前是用保丽龙杯 现在都用纸杯杖 以前用塑胶带 现在 嗯 那个用纸杯杖的一个新创的改变 那 以前用比较不环保的 那个塑胶带装 装包裹 现在都用 那个 比较好分解的一些 袋子来做这样的东西 就是 跟 循环永续有关的 跟绿能有关的 这些都是现在很好的题目 那 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我们期待下一集的内容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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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